从蒙卦我们一下到了谢卦 怎么说呢 蒙我们前面说的是砸过砸过来的 那么这个它上边 上下棕卦一下颠倒一下 就变成山变成雷 那水呢它倒过来还是水 天地水火都是正反一样 就是说你先自我反省 从这个角度 然后就做一个工作你从头到尾 从尾到头反过来做会怎么样 你就不要让别人整体上跟你相互的反省参考 也很好 那么一想蒙妹嘛 一想就想通了 这个谢卦其实很难解释啊 我们勉强附回一下 立西南 这个上下都是上为长男下为次子 那也都是阳卦 在后天八卦呢 东北方向都为阳 那你看水它往东流水生木 从下升到上 那上呢这木呢又向阳而生 向阳花木它又往南方长 就顺着这个方向 就会接到阳了 就会接到阴了 对西南方慢慢的就会比较好 意境相西嘛 那你本身呢 原来的就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阳于阴 终归是好的 我们具体谣看 初步一开始出谣 没关系 你谢你可以说卸下防备 可以叫懈怠 也不光是问题解开了 心结解开了 所以一体两面 同时像这个读音词 挂本身呢都是各种理解 你看你对应你这个事 具体是什么情况 才能往腰上去套 才能解开这个挂 那九二呢 就很好的 你看虽然它是砍挂 但是它在中 又没有遇险 而且上面有一个跟它相应的 又有一个羊同时帮它 变成了梨挂 那你看此险 实际上它是最安全的 有多少人照顾它 上有阴下有阴 这全都是你的菜 这三个壶嘛 又有这个 一个羊羊 身为弓箭 那么六三 就不好了 三多凶四多巨嘛 一般都不好 背负着太多东西 三元本来是阴的 象征着财物 那 盗贼来了 光明嘛 你已经下挂至上了 已经被大家所看得见了 那自然会有所麻烦 那也是自己导致的 那你还是没卸下这个防备 又拾起来了 那九四呢 就是卸下了 跟朋友们都来了 你卸下了呢 那你就是给朋友们了嘛 你自己舍得嘛 那仙儿拇指的就是跟初遥 当然是拇指吧 从脚开始 跟他想呼应 六五 那君位一般都是好的 那君子就好 那你小人呢 当然是不好 我们已经 也不用讲 那君子小人 他自然最后的结果 一定告诉你是这样的 甚至说下辈子 那你没看到 那只能下辈子 但结果一定是自然规律 那对小人呢 就有所自有赢得了 上六 这个很特别啊 就是说这个挂呢 是象征着 你 用一种极端的手段 虽然是阴阳 但是到了上面 五级避法 射杀了 在高墙之上的这个鸟 你得到了它 什么都是好 来不及